台中購物節我們希望是刺激消費 而不是為了抽獎 我本來就要買這盒衛生紙 那這個我也能拿來抽獎 也算在你的額度裡面 但我就算沒有台中購物節 我一樣會去做消費 你把這些原本就會做消費的額度 納成台中購物節 認為說你把數字做得很漂亮 台中人消費額度很高 事實上並沒有